在赶南山升天之前 一对门徒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你的门徒 奉圣父圣子的名给他们施行 凡我所教导你们的 都教导他们遵守 我都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要同样今天早上 主要要把今天一个荣耀的大使命 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颁布 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 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侍奉你 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所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下一章 我们一章来读 于是 在耶路撒冷 门徒书目加征的神多 少罗仁养教徒 少罗到了耶路撒冷 成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多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他们读有一年的功夫 好 所以从前两段的经文 两大段的经文 特别从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你发现 一个中心的目标 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 要得的什么 很明显是什么 是门徒 原来是要得着门徒 所以这个大使命的重点 不是单单只是去 很多时候我们对大使命的回应 我们要出去出去 要去做宣教 要去传福音 这段经文里面 去是个动词 施洗也是个动词 使作门徒 to make disciple 也是个动词 假如你 了解原文的时候 你发现 在这个大使命 三个主要动词当中 只有一个动词 耶稣是用命令语态 所以其实耶稣的大使命 这个命令的重点 在这三个动词当中 是放在哪一个动词 是用命的语态 to make disciple 但是我们中文语态 但是我们中文圣经给我们误会 去 所以你们要去 一听到去 我们就以为这个是命令 其实三个动词当中 命令语态的事 神命令我们 to make disciples 最近我们 在万学的教会 很有意思 可能汪弟兄会注意到 家印教会呢 我过去两年都在那边 常常讲到 我们过去 敖正平牧师 也在那边实习 那最近他们来 一个英语部的牧师 他的意向 要把他们英文部的名字 改名 原来是家印教会 结果没想到呢 他提出改名字的要求呢 所有的同工长老 都居然同意 但有些人心里 是有些的保留 但是觉得 这个人性牧师 这个印语牧师 难得从洛杉矶搬上来 而且是一个韩国人 讲韩文的 讲英文的是 在美国长大的 韩国人 叫 韩国教会背景长大的 英文很棒 结果呢 他跟牧师 长老会提出要求 要挂一个大招牌 在门口 改教会的名字 你知道他改了什么 Disciple Church 所以假如你 经过这个680了 你 680可能看不到 因为他这个招牌 放在这一边 在parking lot 你会看到 大大的招牌 门口 门口 我 第一次看到有教会 用这个名字 Disciple Church 门口 教会 真的今天教会最重要的使命 耶稣的大使命 的重点 是要make disciple 教会就是要 make disciple 让人成为主的门徒 但是很可惜 我们过去 欧洲的教会 美国的教会 中国的教会 我们把这个大使命的重点 放在哪里啊 去传福音 就是去传福音 好 上我们一传福音 奉主的门给他 示洗完 我们就 快乐日 快乐日 没事了 好快乐 大家很快乐了 都没事了 就让他自生自灭了 其实 他受洗 就是第一步 去传福音 就是第一步 大使命的目标 要得着他成为什么 门徒 从信徒 变成个门徒 有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应该成为 我们教会的目标 成为我们全都人的目标 要造就他 成为主的门徒 今天的教会 为什么那么软弱 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 大使命的重点 只放在传福音 让他受洗 让他得救 他受洗 清楚之后 我们做不理他 给他交给小主 交给聚会 从来 没有逃战他 你有什么一个门徒 没有所谓的门徒训练 很多教会从来不讲门徒训练 但是感谢神 最近的二十几年 很多教会开始发现 这个是重点 但是我还从来 没有看过一个教会 敢把教会的名字 放在门徒教会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真的感谢神 表示 家庭教会的英文部 很有前途 很有前途 而且这个牧师呢 是对圣灵开放的 我们有多为家庭教会祷告 他们怎么去适应 怎么来转型 我们真的要祷告 转型的成功 会成为灵灵堂第二 假如不成功 就很麻烦 Excellent 他是个圣灵充满的牧师 但是我最觉得宝贵的 这就是解释教会的意向 To make disciples 今天教会里面 假如你要做统计 为什么教会那么软弱 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一 都是信徒 都是要来得医治 得好处 得祝福 得永生 得帮助 得这个推广生意 来做广告 都是要来得好处的 对这些是我们的需要 但是不能够只停留在 平信徒 这个阶段 教会传道 有意向 如何把它从信徒的生命 平信徒的生命 把它带进到门徒的生命 然后从门徒 还要进一步 成为什么 Amen 使徒 才摆出去 开放家庭 做小组长 小巫人 传福音 做使徒 但是 无论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 中国大陆的教会 我们现在还是停留在 那个信徒的意向 传福音 原信主 原信徒 得救 我们就真的乐得不得了 对 我们应该快乐 应该感恩 但是 就好像我的小孙子 今年二月份出生 出生只是一个开始 父母 不但要养于他长大 还有什么 教育 生的不教育 没有用 今天教育里面出了很多生而不教的 基督徒 我们需要努力地教育他 培训他 让他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门徒 所以你发现刚才我们读十字行传 初代的教会 全民都是门徒 没有提到信徒的 都是提到门徒 门徒 门徒 为什么初代教会 一信主 自然成为门徒 你知道那个原因吗 在那个时代 信耶稣不是好玩的 是要想清楚 你愿不愿意付代价 做主的门徒 真的愿意付 被实下 跟随主 甚至偏下一切的 因为每一个受洗之后 都可能 就要遭受逼迫 可能遭受 犹太人的背景 逼迫 可能遭受 罗马兵定的逼迫 罗马政府的逼迫 所以每一个受洗的人 他一信主那一天 他就已经立定信主 要做主的门徒 为主而活 甚至为主而死 没有所谓平信徒的 不是像我们现在在美国 信耶稣就想会得很多的 祝福 得很多的好处 在教会也可以得个地位 然后慢慢就做小组长 然后做区牧 然后做什么 不会得好处的 但那个时代 是先想到 他为主受苦 到时候逼迫 但是这个是真理 他是救主 他是主 我死也要信 所以每一个受洗之后的 一定是门徒 所以你看到十二行证 从第二章一直没有写到十一章 都是门徒 门徒 或者到最后 基督徒 基督徒就更具体了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 像基督 是小基督的意思 不但有门徒的这个心智 更有基督的生命 基督徒 就是门徒 不分的 很可惜 一般的教会 都是平行徒 我们牧师也是努力 制造平行徒 努力去传福音 传福音 就不理他 我真的感谢神 我在香港算了会信主 信了主之后 真的也没有人理我的 我都不知道 东看一本书 东参加一个聚会 西参加一个聚会 我都不知道 后来去了台湾 真的是神保守 跌跌撞撞 就这样 就起来了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也是这种情况 反而呢 聚会所 门徒训练 真的好 虽然聚会所 有些的教导 可能我们觉得比较偏奇 但是是我所看过 所有的教会当中 他们做门徒训练 做得最好的 离一经教会 他就开始 给你声明读经 每天早上 抓着你去 早上 这个参加那个 导读 导导会 他们早上 那个聚会叫什么聚会 叫成导 成导 每天早上 导读 五六点 然后聚会的时候 那时候 逼着你 站起来做圣言 这什么叫圣言吗 就是要 做先知讲道 我跟一个姐妹 一个高中生 在台湾传福音 她信了耶稣 这个信了耶稣之后呢 她家附近有个聚会所 她就去聚会所聚会 结果没想到 我半年后见她 哇 她跟我讲见证 分享神的话 才半年 一个刚刚信主 才半年的小姐妹 高中生 从她那个分享见证 好像心里主十几年了 哇 那个话语的恩赐 那个生命的流露 真的是丰富 因为不单单 他们有这个 成根导读 这个 每天早上聚会 晚上也聚会 然后 他们 一进去呢 就一套一套的 造就装备的书 就给你读了 正常去读生活 然后还有 很多别的书的 还有树林人 一堆书啊 而且他们是有系统 一套一套样的读 我们家一般的教会 去到基督教书局 哇 那么多都不晓得 从哪一本开始看 说是你不看 但他们聚会所是 话语的造就 聚会的造就 生命的造就 小牌的造就 做小组 是他们聚会所最先做的 几十年前都做了 他们叫小牌聚会 为什么叫小牌 因为在五品二语的故事 耶稣叫他们一排 一排的坐下来喂养 就叫小牌聚会 就是今天的小组聚会 四十年前都开始了 所以他们门徒训练 做的真的好 全民皆兵啊 哇 他们真的每个都 快去传福音的 然后抓到人 就在你家的浴缸 给你试洗了 上两个礼拜 我听一个姐妹做见证 她就是 周思音 她明天要按你 她当你就是在台湾 比你读书 然后有人去跟她传福音 后来就把她抓到浴缸 受洗了 他们就是聚会所 真的很勇敢的 传福音就给你受洗 信用受洗就得救 然后比你造就 但是除了这个教会之外 一般的中国教会 没有所谓门徒训练 反正就是信任耶稣得救了 OK 你来聚会 侍奉 十一奉献 都够了 但是耶稣要的是什么 是门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有个牧师叫 Bernhofer 中文翻译 潘佛华 看到他的书吗 潘佛华 他写了一本书 你们一定要看 中文也应该有翻译 叫做 The Course of Discipleship 他是最重视 门徒的这个 真理的一个牧师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 做门徒的代价 你们一定要去看 上网应该会找得到 The Course of Discipleship 他在这本书里面 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 我们信耶稣得救 不需要付代价 信接受就可以了 因为耶稣付了一切的代价 Jesus paid it all 所有救赎 赦罪得救的代价 耶稣在十二加上 已经为你付了 你不需要任何的努力 任何的善功 任何的守律法 只要接受 只要伤心 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 可以做信徒 得救 但是他下面讲一句话 他说做信徒 你不需要付代价 只要信 但是假如你要做门徒 他说 你要付一切的代价 You have to pay all the prices 你得救了 你要做门徒 你要付一切的代价 甚至什么 生命的代价 真的好像耶稣在 卢加福十四章 对门徒的定义 他愿意真的是 爱神 胜过父母 妻子而你 甚至做的性命 这是门徒的定义 潘木斯 真的做到 当时 儿子世界大战 希德拉 控制教会 因为在 德国的路德会 是政教合一的 是政府控制教会的 希德拉一个命令 要屠杀犹太人 教会 大部分 在这种 政治的权势控制之下 点头 因为 传道人 所有的东西 政府控制 你的薪水 也是政府控制的 到今天 所有教派的 传道人的薪水 是政府 从国库 分出来的 控制你 德国的老百姓 为什么德国人 现在对宗教 越来越反感 因为有宗教税 管你喜欢不喜欢 现在你的paycheck 你的薪水里面 扣掉十分一 美国没有宗教税 在德国 你要去 德国要付宗教税 他就扣了十分之一 收起来 然后就供应给每一个教会 所以他控制教会 所以当时 希德拉控制教会 命令教会要支持 对犹太人的屠杀 很多教会不讲话 默认支持 难怪今天 很多的犹太人 以色列人 觉得是基督徒 杀害他们 出卖他们 因为当时在德国 你们基督徒 不表态 不反对 而且 牵制支持 但是只有小数几个牧师 潘牧师 坚决站起来 用他的生命 摆上 坚决的反对 结果他被抓到集中营 然后在集中营 很多年的时间 然后在集中营被毒气 毒死 但他在集中营里面 写了这本书 做门徒的代价 他用他的生命 传说的代价 摆上 所以他提出 有一段圣经 我们翻到 马太福音13章 讲了这个 做门徒的代价 很多时候 我们读这段圣经 以为是信主的 一个预表 我们一同来看 这个13章 44节到46节 找到报门徒 好 天国 大声一点 13章 看到吗 44节 一同来 看到吗 这里提到两次 要付代价 变卖一切 得着这块田 得着这个 种价的柱子 这个不是讲到 得救说的 是讲到 得果度 做门徒说的 所以你信了 所以你信了主 你要做主的门徒 你愿意要付所有的代价 变卖一切 要得到这块地 得到这个珠子 得到这个宝贝 潘姆斯说 这两节经文是指着这两节经文是指着做门徒说的 要付一切 来代价 但是很可惜这两节经文我们送给木道友了 他们是要信耶稣 要付代价 讲不清楚付什么代价 来聚会的代价吗 但是耶稣说 不是啊 变卖一切 这就是像路加徽十四章 耶稣讲的门徒的定义 我们放到路加徽十四章 是同样的一个含义的 我们看十四章 三十三节 找到吗 好 这样 看到吗 十四章 这样 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做我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刚才马太会十三章所讲的 变卖一切 跟这些所讲的撇下一切 都是讲到同一件事情 你要做主的门徒 你就需要有这样的心智跟准备 假如神很清楚的 要你撇下一切 跟随他 去读神学 要做参教士 要做传道人 每个基督都应该 ready 假如你是门徒的话 每个门徒都需要愿意付代价 pay all the prices to be his disciple 得救不需要付代价 耶稣付了一切的代价 但是假如你真的要得生命 得到更丰盛 你真的要做主的门徒 你没有别的路 你要付所有的代价 所以我很感谢神 我在香港1973年是耶稣 现在耶稣之后也是糊里糊涂 但是呢 哎呀 我很感谢神 有人送了我一本书 叫做冰点 是一个日本的基督徒写的 三福灵子 是一个基督徒的文学家 日本出的基督徒的文学家 我们中国好像有没的还不多 结果我看了这本书 哇真的看到这个 日本姐妹的生命跟见证 他真的是完全的为福音而活 为主而活 哇他的见证感动了我 然后我再读圣经 哈 罗加福音十四章 原来做主的门徒 要爱主 胜过父母 祭祀儿女 甚至至的姓名 做主的门徒 要背起 十架跟随主 你愿意撇下一切 来跟随主 做主的门徒 哇 我真的感谢神 没有人给我做门徒训练 但是神就透过不同的方法 透过这本书 透过让我读经 读到罗加福音十四章 神就坚定了我 才刚刚信主一年多 我就是要做主的门徒 一生为主而活 而且当时1973年 文革之后 那其实对整个文革 我当时在香港啊 是很热心的 哇 觉得文革对 哇 把这个旧的制度 旧的思想要不断的革命 哇 我们在香港收到很多的宣传 文革是轰轰烈烈的 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够在一定的制度里面 就僵化了 我们要不断革命 要文革 我当时初中 很热心爱过 保调运动 我们也上街头 就是很热心的 很喜欢看这些政治 文学各方面的书 我就讲了 我那个时候才初中 都把所有李敖的书看完了 啊 佩服李敖 这个人 实在很有独立思想 马列毛爽 资本论 什么都喜欢看 所有去的厨书馆 任何的书我都读 所以我对政治很热心 但是 我真的感谢神 当我一信了耶稣之后 神给我一个感动 哎呀 真正能够救中国的 不是某一个主意 是只有福音 因为只有福音 是神的大能 能够救一切伤心的人 你们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 神让我热心爱过的政治背景 透过信耶稣 就转换 用福音来爱过 我真的感谢神 一信主一年多 就想我要做主的门徒 中国有救了 福音可以救中国 才信主一年多 但神真的就 让我愿意做他的门徒 信主两年 我是 Farm 5 就是信主 1973年 要过了两年 我就去台湾读大学 那么 读了一年 台大电机 我都 写信跟爸爸说 我好像有神的感动 我不想读电机了 我想读文学 因为文学 我觉得 再来假如我传福音 可以 更懂这些 文学啊 哲学的背景 因为搞电机 今天就是搞数学 这个 哇 我爸爸激烈反对 那时候 想 整个的 生活 学费 都是父母 富人 我也觉得 就是假如我领受他的钱 我也 不读电机 也讲不过去 所以我就只有 就是先停下来 不动 我就 把电机读完 但是我是 唯一电机系里面 常常跑到外文系去修圣经神学啊 别的课的 哇 一大堆女孩子 外文系的 看到我一个电机器的跑到里面去 就是 哎呀 那个心一直在那边 到我 大肆 开学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的心意 已经 越来越清楚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跟父母说 你们不要再寄钱过来给我 因为我 越来越觉得 我可能 毕业 我就要去 读神学 所以 大学第四年 我是不接受我父母一分钱 我学习过 新兴的生活 这个神也给我开路 哇 当我这样一决定 神就让我找到家教 你们这个家教吗 就是Tutoring 就是教级是高中生 书学啊 英文啊 对我来说很容易 而且他们付很高的薪水啊 一个月那个时候 教一个学生就拿到两千多台币了 你在那里快三十年前了 不错啊 做北京的生活 有时候钱不够 就吃白面 吃馒头 连续好几个月 我曾经吃过 每一餐都是吃馒头 吃面 我就是一分钱 不接受我父母的 就要到毕业之前 哎呀 真的神的护照 很清楚 看到我 贴照楼梁 在前书第五章 二十四节 那照你们的是信誓的 他必要成就这事 神要护照我 而且他要成就 然后我为这个 神的感动的护照 我在神来给我更确定的意向 真的是你来负照我 这个真的很奇妙 我第一次在一个祷告会里面 那时候在校园团庆 祷告 八拓生哥哥 八弟兄带着我们 他是英国来的一个参教师 他也是被圣灵中满的 带着我们祷告 我第一次闭着眼睛 看到一个一个的图画 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意向 但是说很清楚的 看到一个意向 就是一个又黑又脏的房子 一阵风来 把这个房子吹倒 然后跟着第二个图画 看到一个又现代又宏伟的大楼 也是一阵风来 把这个大楼吹倒 跟着第三个图画 看到一个金色的偶像 很美丽 也是被风吹倒 山羊东西都被风吹倒 然后我看到我自己 站在一个大楼的门口 而且很奇妙 听到audible的声音说 这个地方不要进去 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 就是这样四个图画 神真的很奇妙 当我一看完这四个图画之后 心里马上明白 神真的马上要我明白 第一个又黑又脏的房子 就是预表我的过去这个罪人 就是又脏又污蔚 是个罪人 但是圣灵 如同风一样 把我的过去对付了 我罪的生命 我得救了 第二图画是我未来的计划 当时候我Tofu也考过了 准备要申请美国读电机硕士 同时更妙的就是 我们的发电工程的教授 他也是台电总工程师 他给我personal 私下来邀请我 他说你毕业要不要跟我去 亚拉伯 盖发电厂 为什么 要我船班考第一名 我考98分 读他的 所以他要我去跟他去 亚拉伯盖发电厂 要我major发电 要复修电脑 这只是我的未来 不是去美国读电机硕士 就是去亚拉伯 学以致用盖发电厂 好像未来的前途 是个高楼大厦 但是圣灵把未来的计划吹了 有第三个图画 是个金色的偶像 那时候还没有跟师母约会 只是认识他 但是其实我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不太来教会的 谁说是个金色的偶像 虽然很漂亮 但是是偶像 结果把他吹了 三样东西都对付了 然后我就看到我自己站在这个大楼门口 你要进去 而且充满神的荣耀和恩典 很奇妙 当时第一个反应就知道 这是神学院 充满神的荣耀和恩典 但是我就在领里 我在心里就祷告神了 假如这个是神学院 这个大楼的神学院在哪里 我都问神了 结果奇妙的事情发生 第二天早上 我骑着我的脚踏车 在台大门口 我台湾来的就知道 台大门口是罗斯福路 再过去是丁州路 我那天早上要去 厚佛车站的一个医院 去看望一个老弟兄 他进医院之前 就把他家里的钥匙给了我 他说假如我进医院 你就到我家进去 看到桌子上一包东西 衣服要用的东西 你就带来 他家住在丁州路 不是丁州路 它是同安街 同安街跟丁州路是通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 从丁州路去他家 都是咬过教会 是先走这个新生南路 左转和平东路 再碰到罗斯福路 再到同安街 是这样去他家的 但那天早上我讲 我赶时间 我不能 我要想 应该走丁州路 可以碰到同安街 但我从来没走过丁州路 我都开在丁州路上面 开到一半 右手边写着什么 中华富裕省学院 而且是一个大楼 七层高 刚刚盖好 外面的装修都还没做 猪干的还没拆 但是门口写着一个名字 中华富裕省学院 我从来不知道 中华富裕省学院 要搬在这里 我去过华省 但是在士林的 原来的校舍 但是从来不知道 他们要搬到台大附近 我那天我就骑着交流车 停下他的门口 我心里真的惊慰一声 我说神啊 我昨天问你 这个大楼神学院在哪里 这个第二天站在他门口 你找船台湾 找不到一个神学院 是大楼的 因为神学院都是盖在乡下 他何必要盖大楼 地多得很 不然在阳明山 在山上也没有大楼 台湾神学院我也去过 没有大楼的 全台湾当时只有一个神学院 华省 在市中心盖了个大楼 叫华省大楼 我站在那边 我真的敬畏神 我就祷告神啊 我就确定你的负责 我毕业就要进这个神学院 结果那天晚上我回到书室 我都决定把我所有 电机的书 送给我的学弟 剩下几本要考试的书 所有的工程书学啊 电路设计啊 这个logic design 这些什么都送去 我真的感谢神 虽然真的预备我 从我信主不久 神就预备我 要做他的门徒 所以当神的负责 很清楚临到我的时候 我真的撇下一切 而我也知道 我父母一定会反对 真的 到我台大毕业典礼那天 我父亲坐飞机过来 毕业典礼之后 我就跟我父亲说 爸爸我很清楚神的带领 我毕业了 我要去读神学院 我爸爸难过到不得了 他哭 我也跪在他面前哭 我说爸爸 我真的是知道神的旨意 我也知道你很爱我 但是我真的要去读神学院 我真的要进这个神学院 结果 我就从宿舍回 从旅馆回宿舍 然后 我就晚上就带我父亲来教会 参加祷告会 那个时候我记得礼拜三晚上 我父亲也是个基督徒 但是不能不论 很少去聚会的 那周杰导告会当中呢 他 祷告了一句话 他说 神啊 我很难过 求你帮助我 祖神要导告一句话 结果聚会结束呢 我就送到回旅馆 我就走了 结果真的奇妙的事情 周杰那个晚上 神给他两个异梦 我真的发现 神的话是真的 少年人看 异象 老年人要做一梦 我的父亲那天晚上 做了两个异梦 改变了他所有的想法 我真的发现神的信实 他必要成就这事 他改变我的父亲 你知道我父亲梦到什么 那天晚上 他梦到他在 努力地盖房子 一个砖头 一个砖头 叠上去 然后盖了很久 这个房子的一边的墙 盖好了 结果他盖好一边呢 他就以为可以休息 结果没想到呢 有声音说 另外三边的墙也要盖 我的父亲觉得 他们没有力气盖 结果很多人就出现 就很快把另外三边的墙 都盖好了 就是一个房子 四梦的墙 其实他看了第一个梦 看了第二个梦呢 他梦到什么呢 他看到他 半夜走在一条路上 然后呢 用手啊 把一个人热住 把他热得紧紧的 把他热死了 然后热死这个人之后呢 他就很快要把这个人 收在草堆里面 怕别人发现 结果他说 在收的时候 突然间天亮了 有人出现来到旁边 他吓醒 两个梦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父亲说 他很少做梦 就是梦到了 也会忘了 但这两个梦太清楚了 而且梦了之后呢 他自己会解梦 哇 神把解梦也给他 你知道他怎么解释 第二个梦啊 他说 儿子 你说我为什么那么难过 我供你读四年大学 结果你现在 要去读神学 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 白费 你读了电影机 没有用 你要去读神学 这个神 透过这个梦样来看到 他坐在我身上的 没有白费 只是这个房子的 其中一片的墙 是他努力做的 只是其中的一面 他所做的 没有白费 只是其中的一面 所以他心里得到安慰 他所做的 没有白费 然后第二个梦呢 他马上就明白 他拦阻我读神学 就好像乐住一个人 把他乐死 是个犯罪的事情 哇 他吓得不得了 不能拦阻啊 是个犯罪的事情啊 所以他说 很奇妙 梦到这两个梦 然后心里明白 然后他说 心里本来好像一个大石头 压在心里面 痛苦的不得了 他本来的计划 第二天早上 他就要坐飞机回香港了 不认我这个儿子 从此父子断绝 他气得不得了的 原来是他的这样想法的 但是 那个晚上 神就改变了他 所以我真的感谢神 那天早上去找他 他把这两个梦跟我讲 跟我解释 然后我们两父子 真的快乐得不得了 然后我就带着我父亲 照着我的计划 带他去台中 看我们的亲戚 在佛车上 从来两父子 没有这样的谈心 然后他说 你不要担心 我回到香港 我一定有办法 说服妈妈 我真的感谢神 后来我母亲也支持我 否则我 怎么能够安心 对我有件的心智 愿意爱主 生过父母妻子儿女 但是我总要体会 他们父母的心情 我们也要懂得去孝顺 我离在家四年多 快四年 我真的感谢神 然后照你们的是信誓的 他必要成为这些事 我真的感谢神 我们真的愿意做主的门徒 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 甚至自己的心灵 神真的会负一切的责任 祂是信誓的 所以我真的感谢神 我1979年台大毕业 就进了华神 所以你帮我算一下 从1979年开始做神学生 侍奉神 到现在2013 多少年了 哇 34年 我真的感谢神 我感觉很想 我私奉33年 我进入34年 我真的感谢神 过去这三十几年 我真的经历神的丰富 我华生毕业 没有一份钱 然后神都让我结婚 要回香港 我在香港 也是很艰难 教会给我很低很低的待遇 这个幸好我的父母 给我预备了一个apartment 否则我真的要住马路 因为那时候香港的床 待遇 哎呀 怎么会那么低 我还记得 假如没有记错 才给我港币好像三千块 比一个普通工人的薪水 还有低的 那时候老牧师很可爱 他说我们教会预备 你一个牧师住 传道住的地方 那你就搬来住 就把那个传道人的 居住津贴 一千块 就扣起来 他说我只领两千块 结果你知道他安排 我们住在哪里啊 我有讲过这个现状 在楼梯底 隔了一个房间 隔了一块板 里面有一张床 一个小桌子 所以我很能体会 你们宿舍的拥挤 这样就是我们的房间 那时候师母也怀孕 肚子大 然后呢 他上厕所要走很远的 去厕所 主犯是在楼下 而且每次上教会 是一个斜坡 师母叫好汉坡 很辛苦的 上好汉坡 结果我们在那边 住了两个礼拜 我妈妈来看 我妈妈说 哈 教会给你牧师传道馆 确实楼梯底 她气得不得了 然后那时候师母也怀孕 也挨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就只有搬回家 搬回我妈妈给我 买的一个apartment 假如不然真的是住楼梯底 这个牧师多可爱 她说 教会给你牧师馆 你不住 那么一千块要扣钱 也不给你 就给我两千块 找不生活 我真的感谢神 真的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 然后有人愿意支持我 1984年来美国读神学 然后传家过来 然后毕业 然后在纽约幕会 后来在加州幕会 一步一步都是神带领 先求祂的国 跟祂的义 我们就需要了 神一定加给我们 那么 还有很多的资料想跟大家讲 我想时间的因素 我们等一下要 have a good time picnic have fun 所以我后面 cut短一点 我们下一张powerpoint 那我在这里提到三个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事情 究竟门徒这个字的定义 假如你去看lexicon 希腊文的字典 记得我们在希腊文的课 不是看过那个字典吗 定义 mafetes 我们一起读 门徒这个字是mafetes 你记得mafetes 一个人吃mafete一样 上瘾了 这个就是对了 你假如做门徒 没有做到上瘾了 你不是门徒 是mafete一样的 会上瘾的 你会傻傻的就是 连着耶稣 不想离开耶稣的 mafetes 的确在原文 很有意思 mafetes这个字 第一个意思是pupil 一个门徒 就是做学生 就像以夫所书第四章所说的 我们要领着他的教 学着他的真理 我们信主之后 一定要努力 做一个学生 好好在神的真道上学习 有教会的 一年级到九年级 高中毕业 大学 我们要不断地读上去 去学的 你发现 在耶稣的时代 犹太人去到圣殿 耶稣十二岁 在圣殿什么 一边听 一边问 去到圣殿 不但是敬拜 也是要学习神的真理 犹太人在会堂里面 会堂一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教导圣经 但是很可惜 我们基督教 把这个 真理的教导 忽略了 我们只注重聚会 敬拜 你知道吗 西方的教会 一直到十九世纪初 才有这个主学的运动 原来的聚会 礼拜天来的教会 就是聚会 敬拜 没有所谓 主学的 主学这个运动 是十九世纪初 才开始在英国 推动 要影响到美国 影响到全世界的教会 现在的教会 才开始有所谓的成人主义学 或者儿童主义学 系统的学习神的话语 教导神的话语 作为一个耶稣的门徒 第一件事情 你就是要好好地学习神的真理 作为耶稣的学生 作为好上十月门徒 跟着耶稣 就是领受耶稣的教导 所以 如果成为一个门徒 你一定要做学生 有一个求学的生 今天感谢神 我们神学生 就是神的学生 记住 不是神学 你不要把神学拎在一起 不要把神学拆开 神的学生 Amen 你是耶稣基督的学生 就是耶稣的门徒 没有分年龄的 许迪兄年纪那么大 也是耶稣的学生 我学了一辈子 还是耶稣的学生 我们一辈子活到老 什么 学到老 永远 你是学生 当我们真的好好 学他的道 领他的教 我们才能够脱去救人 穿上信仁 满有真理 仁义跟圣洁 神的正道 不断地去追求 不断地去学习 第二 你看到这个英文字吗 怎么读 Adherent Adherent就是年 好像浇水一样 连住两个东西 耶稣的门徒 要成为一个连住耶稣 时刻 伴着耶稣的人 所以你记得 耶稣要求门徒 与他同住 看到吗 不是单单来上课 要与耶稣同住 所以 这个门徒 其实有另外一个定义 叫apprentice 英文apprentice 是什么意思 学徒 学生跟学徒 有什么分别 不一样的 对 学徒不但要做工 而且要跟师父 住在一起的 懂吗 学徒 中国以前的学徒 是要跟师父住在一起 服侍师父 没时刻 就是看着师父 怎么生活 有什么教导 有什么叮铃 你都要马上回应的 学徒是24小时 不是单单学生 耶稣要门徒 与他同住 要不断的 真的在活在耶稣的面前 领受他的教导 所以我们刚才上一堂课 就讲到 真正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什么 知识跟葡萄树 连在一起的生活 耶稣要让我们成为一个 连住他的人 像知识连在葡萄树里面 不能分 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主的面前 跟随他 听从他 能够效法他 第三个定义 不得了 Maphetes 这个字 门徒这个字 跟Matter Material 寻导者 是同一个字 甚至门徒这个字 第三个定义 就是寻导者 Matter 所以发现 初代的每一个门徒 每一个使徒 都为主寻导 真的爱主 甚至胜过自己的生命 而 既然一个寻导者的心智 就是 我们需要有 做学生 得着神的真理 然后 有一个住在基督里的生命 连着基督的生命 然后 寻导者的心智 这三个定义 Puple Aherent And Matter 代表三样东西 你需要有门徒的 基督的真理 需要有门徒 基督的生命 你需要有寻导者的心智 而这个寻导者的心智 就是路加福音 十四章的三个定义 第一个定义是什么 这个心智是什么 爱主 圣果 我们一同来说 爱主 圣果 父母 妻子 儿女 甚至自的生命 这是寻导者 门徒的心智 否则你怎么寻导 舍不得啊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初代的门徒 使徒 为主寻导 接着寻导者的心智 爱主的心智 第二个定义 在卢教辉十四章 要什么 背起字的十字架 来跟随主 你需要第二个心智 为主受苦的心智 背十字架是很苦的 不容易的 连耶稣背着那个十字架 到最后都要掉下来 要西门帮他 我们需要有 为主受苦的心智 第三 撇下一切来跟随主 愿意为主放下一切 这三个就是做 门徒寻导者的心智 更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 神学生 应该有的心智 我很肯定 告诉大家 将来你们毕业 可能 一个寻导者的道路 你们会经过的 就像我在华生毕业 林院长的送我们每一个毕业生一句话 他说你进到工厂一定要记住 吃得苦 挨得穷 受得气 做得功 他说我们每一个毕业生 解四句话 解四句话我都尽力了 真的 我回到香港 私奉 真的是穷 真的是苦 以后再跟你们讲 怎么苦 不但在香港的私奉 在长岛的私奉 在湾区的私奉 其实每一个私奉 都有十字架 你不要看那个牧师 主人牧师 站在讲台上 那么有光环 能不能给他拍手 我告诉你 背后都有十字架 吃得苦 挨得穷 受得气 做着工 不要等到你进入工厂 才开始去预备 我告诉你 做神学生就要预备 就要有这种性质 受得气 特别是受得气 我告诉你 今天很多传染 就是因为他会癌穷 但是就受不了气 被长之气 被长之污秽 就跑了 天主教有个修道院 非常棒 St. Benedict 圣本独 修道院 圣本独 上来我们灵修神学会 介绍到 圣本独 St. Benedict 这个圣徒 你知道他怎么训练 这些 修道士的 他的训练 就是要 修道士进来 要让他们受气 你进到修道院 他就故意 大家每个修道士 都可能拿两碗饭 他就故意给你一碗 每个人有三件衣服 他故意就给你两件 让你受到很多不平等受气的待遇 他故意的胜本独 他是假如你不能受气 你就不懂得真正的谦卑跟顺服 你就没有生命 所以我们在风中还没有说 故意要你们受气 但是我真的想学一学他 故意整你们 也是他训练修道士的方法 所以他们修道士 圣本独出来的修道士都有生命 去到教会怎么侍奉都不会倒 因为更可怕的气他们都挨过了 当他们挨过了 生本都会抱着他哭的 感谢主 十八楼汉镇打过了 受气受够了 我也知道你受什么委屈 什么委屈 他都知道 而且他是故意的 故意的吊燃你 都给你分配一个最臭的房间 其他都没有问题 就是故意给你 整理 整完那个修道士的生命 不一样 你挨不过你就跑了 就走吧 然后留下来的 都是真的是游和谦卑的 都被磨过的 也就是受得气 做得功 不是受气就跑掉了 真的我们走这条十家的道路 进到工厂 各样的情况都会有的 可能在中国受苦受逼迫 在教会里面可能也会受气 而且没有钱 特别中国连那个 很多教会连那个 牧师传道的生活 敬奉的制度都没有的 都是平行心的 真的 你真的要受苦的 但是还要做个功 所以我们中国的传道人 是全世界最棒的 我告诉你 能够挨得住的 都是最棒的 不过是北美的传道人 都是最高的薪水 最好的待遇 你去了解一下 北美的这个教会 给牧师薪水都很高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羡慕 要做牧师 是个good job 又不会被辞退 也不会被lay off 薪水又高 又有很多的待遇 又会免税 很多的待遇 我告诉你 在美国中 牧师待遇多的不得了 各方面的优待 政府的优待 很多优待的 但是其实牧师 一攻就倒 美国的少爷兵 不能打仗的 美国的牧师 也不能打仗的 就是很enjoy have fun 享受 但是我们中国的传道人 我告诉你 不得了 所以为什么 只有中国 才能成为双教的中国 因为我们那个吃的苦 挨的穷 受的气 而且不怕死 你们 怕死不能做双教士 你开玩笑 去到回教国家 随时会被打死的 你问问广华 在埃及随时被打死的 现在多少基督徒 在埃及被打死的 回教徒 拼命在打基督徒 现在 专杀基督徒 不是开玩笑 去到回教国家 随时准备没命的 所以 双教的中国 不是唱唱而已 真的是 在我们 做神学生 做传道人 重视要操练 吃的苦 挨的熊兽的气质